同样是举行大型体育赛事 漂亮国和厉害国 谁是花钱不心疼的败家子 谁又是精打细算的侨管家 成都大运会政府举全国之力修高速建高铁 四个字政府砸钱 1984洛杉矶奥运会开源节流 实行盈利四个字民间运作 成都大运会豪气新修13座体育馆开幕式 每轮美奂用的都是民之民高 洛杉矶奥运会主场馆有60多年历史 旧贸唤新颜 宗旨是精打细算 洛杉矶奥运会狂赚2.5亿刀 堪称楷模 反观中国债务危机频频爆雷 成都是否会引爆下一个债务危机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